8月18日周二 纳指与标普白指数再创收盘历史新高 目前标普白指数已从3月份底部反弹了50%以上 美国政府和联储的大规模财政加货币政策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并且这一最惨财报界的企业财报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糟糕 这都成为美股上涨的动力 美国银行的调查显示 有46%的投资者表示目前处于牛市 有79%的受访者预计经济会更强 两项数据都大幅好于此前调查的结果 就在不久前 对于股市的上涨 很多人还认为那只是熊市反弹 熊市反弹指的是下跌过程当中 反弹不会真正扭转大盘的下跌趋势 每次反弹之后都会继续创出新低 但美股逐渐逼近历史高位 策略师观点开始转变 指出迅速的牛熊切换不仅是合理的 而且后面的牛市或许还能走得更远 在本轮强力上涨过程当中 随着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 学习和购物的方式 科技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也成为投资人最为追捧的板块 而第二大拥挤的交易则是做多黄金 但在风险方面 调查还显示 目前第一大尾部风险 是第二波疫情爆发的可能 除疫情之外 投资者还担心美国大选和国际贸易紧张局势 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如今美股看涨情绪越发乐观 是否意味着该适当恐惧了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